現在要去經紀公司聊一下 看一下他們要怎麼樣跟我談 聽聽看他們怎麼說 快到了 有點緊張 喔有點緊張 那你們七點下班現在還有很多人 對 還會長 那你常加班嗎 CAPSO旗下的YOUTUBER 就包含三元JAPAN 搞什麼啊 黃氏兄弟 阿倫 Alan 丘丘 米卡 女子 怨怨有黑羽 油精眼睛 RICO 或是YO SINDY 這些等等的知名YOUTUBER 聊完其實我還蠻訝異也有點改觀 就是我沒有想過創作者 就是經紀公司可以協助小型創作者 到這樣子的地步 跟提出那麼多還不錯的建議跟規劃 然後他們提供的東西也倒不是說 就是怎麼講看你是什麼樣性質的人 然後他們就盡量幫你build起來 因為怎麼講我原本就是想說他們可能頂多就是提供我一些素材 或者是一些流量上面的建議等等的 但是他們其實想蠻遠的 然後也是真的是有在為每個創作者量身打造 也因為我知道Capsule他們的創作者目前還不是到超級無敵多 所以他們如果是一對一的方式 以我現在這樣子的規模來講會蠻適合的 但是至於要不要簽 我其實還是可能還要再考慮一下 那我自己到底有沒有大到需要由別人來幫我handle那麼多事情 跟我到底有沒有想要把YouTube擴展到那麼大一個規模 尤其我們在看鏡頭因為我在看路 那差不多就是這樣 現在剛下班好狼狽 那我們現在要去北門的Pressplay那邊談一下 就是關於前經理公司這件事情 那你剛剛看到的那些是在跟Capsule談 就是另外一間經理公司 這也是最主要想要拍這支Vlog的影片 就是想要聽聽看他們能給我什麼樣子的幫助 好那我們就走吧 天啊好熱 在一個小型的會議室裡面 天啊他們離家人站好遠啊 超熱 又多超熱 外面在他們的辦公室 在一個小小的會議室裡面 那我公司比我想像到還要小一點 Pressplay旗下YouTuber就包含 像是阿滴啊 Meg 胡娃娃 千千 多久鞋 黃大千 有莉穎 Crazy Julia 阿欣 還有愛麗莎莎等等 還有非常非常多我想大家應該都有說而聞 他們都是在YouTube裡面很有地位的大型YouTubers的 我剛剛結束個Pressway攤 就是前經理公司的一些初步想法 然後我在來的來Pressway前 就迷路 然後現在我要從Pressway再走回捷運 這樣我又迷路我真是Crazy 氣死 就之前真的做YouTube沒有想到要把自己做到這麼這麼大 聊完真的是想蠻多的 對就是想蠻多說我是不是要再放更多的時間經歷在YouTube上面 還有關於我自己頻道的定位 然後是不是YouTube還要再繼續做那麼那麼久這樣 做到現在就是我已經做頻道快要兩年了吧 我真的沒有想到我會發展到現在這個地步 我本來就是做歐洲做什麼 做一做就結束了 然後現在變成這麼久 就是頻道變這麼大 哎呦我已經好累了 好跟你們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我可能有時候會看一下我自己的稿 那Capsule給我一種他們也還在學習 但是他們會陪你一起跑的感覺 他們提到心靈輔導上的資源 我有蠻訝意到的 因為我相信很多YouTuber的情緒跟不安是需要被照顧到的 至於PressPoint的經驗分析都是讓我非常打開眼界的 他們也很無私的就是給我很多實質的建議 譬如說直接提出實際的例子 我可以拍攝什麼樣子的主題 怎麼去讓客群穩定下來 還會有做了一份專屬我的PPT要送給我 我就覺得他們一點都沒有在失常 但是要簽經紀公司與否 真的最主要的不是看經紀公司能夠帶給我們什麼 而是我們自己做YouTube的人想要做到什麼樣子的地步 因為畢竟頻道的核心還是YouTubers們 不是經紀公司在經營你的頻道 那平日我正值在生 真的很難有力氣去全神貫注 就是頻道所有的規劃 還有接洽商業案子 最近近期有出書、簽書會、演講講座 還有大大小小的活動邀約出席 那出席歸出席 幕後要花的時間準備 譬如說要準備PPT、要準備演講稿 然後我都喜歡跟家人年代一起 跟男友約會、跟朋友約飯聊感情這些 有控制於基本的拍片剪片 然後我也不是機器人 我也會想要運動、想要放鬆、玩遊戲、看卡通 然後有一個背後的團隊來協助我 提供我資源然後匯報成效 一定簽經紀公司是會有加成效果的 好總之這次一口氣就直接聊了兩家經紀公司 主要也是讓我自己想了一下我自己頻道的現實面 到底有沒有對youtuber職業的可能性抱有很多期待 或是因為更把重心放在youtube上面 我對這方面的熱情可能有可能消損得更快 我覺得未必都是那麼負面的東西 但是考慮正面之餘 一定也要考慮負面相的東西 我一開始接到邀約訊息的時候 我真的是先按熟一波才開始想說 喔好啊那先去聽聽看這樣子 只是這件事情真的就是需要被慎重考慮啦 對我而言 那不是那麼快也那麼容易就衝動做出了決定 所以當有下面一些小觀眾小粉絲 或是認識我的人問我說 欸你要簽了嗎 我真的也是給不出答案 然後後面放一些最近我亂跑的一些小片段 真的好怪喔 妳要幹嘛 對他第一到後來就是 然後到最後 掰掰 我第一到 謝謝 來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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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你是不是很喜歡我 啊 娘娘 阿姨是不是很喜歡我 蛤 對不起 阿姨真的很胖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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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歡嗎 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要去一個小小的演講 我們演講的時間大概只有半小時 我現在在新竹的家 那我現在住的地方 新北市那邊是租的 然後這一邊是我本來住的地方 然後這裡有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現在我們要打算把這邊賣掉 然後搬走了所以 之後可能這些東西都會斷捨離 其實東西還真的是 蠻不少的就是可能 還是會有一些衣服或者是 一些文具啊什麼的 所以這也是我想要進行 激減一角落這個單元的原因之一 是因為還是有很多東西是可以激減的 然後可能就讓你們一邊看一下 櫃子都還是有不少東西 只是說我現在在新家那邊 就是你們看到我租屋處的部分 已經很精簡了 原則上是可以全部都斷捨離掉的 但是還是來看看說有沒有什麼 哪些漏網之魚 然後整理到一個段落之後 我們家要出去吃飯 然後最後就是盡量一點一點的收啦 可能這個至少會耗死個半年一點 才會完成的事情 所以就是每次就是利用假日的時間 來稍微收拾整理一下 其實我還是有很多東西是沒有斷捨離外的 就是你們所見 還有那麼多東西 OK 開始工作 OK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小Vlog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